国语有声善书 一翅拱横唐善书 佛道心犬 主著先佛为无极老母 护驾悦武穆王将 诗曰 包罗万象世间情 意志为心学道明 愿免修持根器种 摇持先进可悠行 盛世 老母一驾亲临 神人皆驾 慎悟诗仪 无极老母将 第31章 魔有心生 大体而言 心生万象 而无实境 因为心有眼见而成 又由仗他缘之意识而执着认定 因此众生心中所觉 尽是世间万般假象而已 当然佛性 魔性由外而成意识假象 然则由内而成 即是佛魔分叛 众生在人世间 有因欲望而强求 若寻由勤奋之正途 纵然是强力而求 积极钻赢 亦乃功名利禄之辈而已 不致成魔 若是所求奢望 利有不待 却又不舍欲望 因而无所不用其极 心性已然偏差 所行所为更有背离人情之常 道德之规范 更甚至亲损占有他人之所得 以掠夺而达成愿望 恶心已重 失去人性 则已激进入魔 与有云 务必自负而重注之 人心若失去道德伦常之规范 背离自主能力 则其产生怪异现象 自然是意料中事 人身所需 产生心之所欲 心之所惧 则产生可不知感 从积极消除恐惧到权力抗欲 都会产生心中受外力更强之侵扰 因而起心动念 均在使心之主宰动摇 实质之物欲可以使心生邪望 无形之恐惧 更加身心防之松动 是以心失常序 亦怪于焉而生 修行之人 所以会入魔 生魔性 由实质之物欲所牵引者少 大都有无形之恐惧而生魔性 或入魔心 因为修子在法要修持领悟中 不似实质物欲 得失之间 甚为明确 可得与不可得 自心有所定见 因而可以预防 换言之 得之早已有觉 失之早已有见 即可减轻冲击 然则修行之得失 自身所见所觉不明 加上许多玄虚或者不明之动力 譬如 身外之灵界 煞恶 瘟疫诸般力量 以及速逝轮回之业力 一经风吹草动 则有草木皆兵 战战兢兢 本事谨慎 若是过之则心虚无主 则自心疑或生魅 更何况外力之加重 因而修行之人 当然必须谨慎自心做主宰 在修行过程 不要使心陷入虚妄疑惑之境界 在法理之领悟中 宁可牛不而得全部领略 切记胡伦不解 日后反成生魔之病根 无佛愿所有众生皆能求修大道 吃素修行 孝顺父母 彼此互助互爱 将人间变成大同世界 佛国净土 也愿大家把握上天恩赐之树立 超拔幽明 广度众生 晚化灾节 见道成道 弃恶向善 回天必先将累世罪业因果偿还 清净之身则可入佛国净土 摇持圣境 故不要放弃修道之路 要坚持到底 小编整理末法书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宫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清口后则有两位 入鸾道五庙明正堂 拱横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横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横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横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助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师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驻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疾老母从无疾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驻籍或超把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观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域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驻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域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臣伍南无厂任何人 臣已迫供 臣已迫捐尊 coast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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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